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一个很好的活化代表 我们去过那边回估一下 我们去过荃湾的南风沙厂 又去过柴湾工厂村大厦 那里活化后就变成了民居 亦去过赛卖会创意艺术中心 湾仔的茂罗街的堂楼 还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角黄都气院 我们和观众去过不同的活化建筑物地区 我想问Angela 其实这么多个项目 你有没有觉得谁对你来说 印象比较深刻呢? 我这样看的 其实每一个保育项目 它都是各有特色的 因为每一个项目 其实它的地点不同 它保育的时候 那个时间也不同 在不同的时候做的保育 亦都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例如好像南风沙厂 它将一个旧的工厂 改装了做一个文化的地点 有得喝咖啡的 有得做手工艺的 有得买东西的 有得买东西的 这些地方都开始有不同形式的 重建 活化 或者是 将它改装 这个其实是对旧区来说 是给到一个新的生命力去的 又好像石杰尾的 蔡玛满艺术中心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艺术家进驻了 将整个文化气息不同了 整个区 也都令到很多不同的背景的人 都会去到这个艺术中心 带动到周遭的环境 我们都见到 多了很多手工艺的地铺 文青铺 很多打卡位 这样做 其实是可以提升到 整个旧区的活力 我会觉得不同的项目 它是给到不同的活化的意义出来 也是的 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都发觉 原来每一个建筑物经过活化之后 它有一个重新的意义和定位 好似你这么说 南乌沙厂变成一个艺术的地区 又或者我们说 这个柴湾工厂村大厦 就变成一个可以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 都挺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其实我们每一集 都会和不同的嘉宾 有些问题都会问回 关于建筑类的保育 对于你而言 其实香港的保育工作 现在面对着 有没有什么挑战 都算保育做了这么多年 难度还高不高呢 其实可以说挑战来说 之前可能大家会觉得 政府主导保育项目多些 你要找私人的发展商 或者私人的业主 他们去做保育项目是比较困难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看到 就是大家对于保育的意识 是越来越高的 无论是普通市民 又或者是发展商 他们都会发觉 其实原来保育 对项目来说 都有另外一种价值 好像南风沙厂 或者好像未来的黄刀 我相信他们都会 将项目做到一个人流 产生 然后有一些商业元素 放进去 令到这些商业味道 其实可以给到项目 是有一种新的生机 我会觉得 回到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保育的项目 工作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在教育方面 培训方面 以及一些工艺的传承方面 我们应该要再做好些 我现在觉得 香港的保育文化 比以前做得更好 就是那个保育项目 除了说外表之外 其实那个灵魂在存在里面 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会 就是譬如湾仔的蓝屋 因为蓝屋里面 那个保育状况 除了你看到外貌之外 还有你看到它是有居民的 还有一个社区关系 是存在在 你进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小动物 猫到处走 而里面的居民住的时候 他们的交流 好像以前 我们经常说 香港的旧社区 大家互相关心 看到现在香港的保育文化 是有些项目 都有一个灵魂在里面 都想问回来 其实 刚才说到 现在市民的保育意识都增强了 为什么近几年 大家的保育意识都增强了 其实香港的保育项目 工作都推动了好几年 好像2007年开始 其实政府就开始推动一个保育的政策 希望可以帮到香港的历史建筑保育 例如好像在2008年开始 我们有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这个计划 其实是推出了一些政府的建筑物 或者是一些私人的建筑物 将它给不同的持份者去参与做这个保育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给大家 真是可以试一下做保育 今年已经是第六期了 试过一二三四五六之后 其实很多不同的保育项目出来了 亦都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无论是私人发展商 又或者是一些机构 又或者是一些政府 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其实都可以试到一些方向出来 我会觉得现在保育来说 已经成为了潮流的代名词 大家会觉得很潮的很有型 就不同 以前就觉得保育是一个历史博物馆 很严肃的 现在在历史保育上高 无论是香港或者国际上高 都是将保育的工作 越来越推向商业化 因为要有足够的商业味道在里面 才能够令到保育项目可持续性 我们经常都说要有可持续性 才可以令到历史建筑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它的可持续性 亦都带动到周边的工厂区 或者是旧区 他们有更多元化的发展 你有一个保育项目 多了人流 其他旁边的地盘 可能他们都会有相应的重建 甲级商业也好 新式的工业也好 给到很多不同的用途给社区 其实我会觉得政府 未来可以做更多一些誘因 给不同的持份者 发展商 他们可以去做多些保育项目 令到新旧的建筑 他们可以互相配合 令到旧区的活化可以做得更好 也是的 如你所说 私人的发展商 现在都做了很多不同的保育工作 加入了不同的元素 令到一些建筑物 除了建筑物的外表之外 亦都可以重现当年一些古旧面貌 但当中 其实政府 作为其中一个保育的持份者 亦都要好好推行不同的政策 即加强香港的保育文化 如果 譬如我刚才说到 近几年市民的保育意识都强了很多 你又认为保育香港历史的建筑物 有没有一个功用 可以增强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联合国教法文组织都有说 历史建筑物的保育 不只是保育了自己的历史建筑物 而是可以令到历史建筑物的保育之后 产生了多了的公共空间 亦都可以活化了附近周租的环境 亦都可以令到整个旧区增加了新的活力 其实这些都是给旧区多了一些商业的活动 这些商业活动其实是可以令到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所以来说活化保育的项目 现在多了这么多商业元素在里面的时候 例如好像荃湾或者石杰美 会令到很多不同的人会参与在里面 例如好像艺术工作者或者咖啡师 或者一些做文化活动的人 他们会令到旧区有一些新的活动 新的人流 新的商业性 令到大家就来到 不只是我们去湾仔那样 不只是去喝杯咖啡 沿着整个保育的路径 可以看到不同的历史建筑物 又可以参观一下南屋 又可以看看茂罗街 又可以在附近喝杯咖啡吃个晚餐 其实是带动了整个景点 即是给香港本地的人可以去 将来的时候游客也都会喜欢来 好像你这么说 香港本身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其中一个买点就是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所以其实做这个建筑物的保育工作 其中一个特点也都好像我们这个香港特点 有传统和创新 好像你这么说 游客来到香港 可以去湾仔的时候 除了去湾仔 喝杯咖啡 甚至晚上去酒吧 下午可以看看 刚才你说的 一些香港旧式的建筑 好像南屋那样 很有当年72家房下的那种感觉 都令到香港本身的旅游业 又或者国际上知名度 可以更加加强 继续回到保育新观点的时间 Angela 上一次我们说到 除了政府和私人机构 都推行了在香港一些保育政策之外 其实香港市民现在对于香港的建筑物的保育 意识都非常之高 其实回顾香港多年的保育发展 你觉得那个成效算不算高呢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时间慢慢 做了这么多年的保育项目 成效是慢慢走出来的 初期的时候可能都要靠政府主导 由上而下 政府自己拿自己的历史建筑物来保育 但是慢慢到07-08年开始 其实参与了一些叫做R scheme 我们说的历史建筑活化的保育项目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私人的参与 他们可以去做一些历史建筑的保育项目 那我会觉得是给他们小事牛刀的 就是初初试一下 原来保育项目真的做得到的 无论是文化的酒店也好 又或者是商场也好 那变了一些私人的机构 或者一些持份者 他们就发觉 我其实自己的历史建筑 都可以用来做一些保育的项目 有商机的 那就令到那个保育的项目 越来越多元化了 以前就只是有政府的项目 政府的建筑物 但是现在呢 慢慢就有一些私人参与 这两三年来说 我会觉得商业味越来越多了 那私人做历史建筑的保育项目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叫做由下而上了 即是我的历史建筑真的有特色 我就自己主导自己的活化 慢慢一个做了 另外一个又做 再另外一个做的时候 整个区分就会整个气氛不同了 商业活动也都会激活了 这个是我会觉得影响整个区的发展 就像这里的荃湾 以前你可能觉得只是一个旧工厂区 但是那些旧工厂可能有些有特色的 那将它活化保育了之后 就令到整个旧工厂区的气氛转变了 周围的人呢 又看到人流多了 那我可以重建它了 改造写字楼也好 改造新式工厦也好 那就带旺了整个社区 那这个是一个由下而上 很成功的例子 我会觉得 未来会见到更多 就是由市场主导的活化保育项目 譬如我们这样说 我们作为市民 很多时候我们都享受到 保育的成果 就是什么呢 比如建筑物翻新了之后 活化之后 我们就去参观 见到一些很漂亮 以及认知到当年的建筑物的历史 但其实我觉得每个建筑物 在这个保育活化的时候 都经历过不同的困难 比如我们之前去过的柴湾工厂村大厦 原本是工厦 但它要活化成为一个民居 怎样将工厦活化成为一个民居 而保留工厦的特色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的 活化项目都有一些困难 你又觉得要推动本地的保育工作 有没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呢 其实我会觉得每一个项目 自己本身当然有它的特质 有挑战 有挑战 但是整体上来说 其实做活化保育项目的时候 最主要会面对到的 第一 当然就是 它要配合现在的使用的时候 其实就要满足现在的法例的要求 配合现在使用上的配套 例如要有冷气 要有走火符合到 那这些其实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政府 它也都是 越来越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处理的 就是以前可能 你一定要做到 满足到最基本的 这个建筑物条例 但是现在 你可能有另外一些 alternative 方案 就是另外一些建议给它 是符合到安全的考量的时候 你又可以做得到保育 取得平衡 其实现在是更加开放的 对于这方面 另外就是 历史建筑它本身 究竟要保育的时候 它的用途 和它以前的用途 或者是 和它未来的发展 究竟是否配合到的 要取舍的 会不会太多商业味道 但是如果不够商业味道 它又能不能够自负盈亏 继续生存下去 这个又是一个平衡 当然 最重要还有一个平衡 就是土地资源 因为大家都说 土地资源很珍贵的 那你这个历史建筑物 一定是否有一些元素 令到我们应该要保护它 而不是把它拆掉 来重建摩天大厦 每一个项目 其实我会觉得 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每一个挑战都会不同 那我们应该要因应每一个历史建筑 它本身的特色 建筑特色 它的历史背景 和它的文化特色 去做適当的平衡 才能够做一个适合的取舍 当然 其实很认同 就是如果你说 每一个建筑物的历史保育活动项目 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 都是纯粹是历史保育 那当然 但是 当然 好像刚才所说 有些会涉及一些商业的元素 在里面 因为始终要一个经济效益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济效益 的话 那个保育工作 是很难去比较长久 这个我认同 但是 其实 经济效益 对于一个活化保育的工作 是不是叫做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如果没有一个经济效益 在里面 那个保育工作 是不是难以很长久地支持下去 其实这个会是 我们现在很多时 将经济效益 转了做另一个说法 叫做可持续发展 那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就是一个保育的项目 它活化了之后 无论是用它以前的用途也好 做博物馆也好 你说做了商场也好 或者好像蓝屋 再给人住也好 你其实可以租进去住 那你进去 那它其实 活化了那一下 可能是三几年 就将建筑物做得很漂亮 但是未来 它还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后 那它其实都会旧 会有损耗 那它都要继续维护 那它怎样能够持续下去呢 那你第一下的时候 可能 你说我有个基金 可以给几百万 去翻身 復收 但是之后 它自己 要怎样继续生存下去呢 其实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它 自给自足的 那才能够满足到 我们现在经常说 历史建筑 要可持续发展这件事 亦都同一时间 就是满足现金社会上的需要 所以 保育工作 我会觉得 最重要 要考虑到的 就是它可持续发展 可能真的 如果要一个保育工作 可持续发展 一些私人机构的持份者 可能在参与当中 那个效益会比较大一点 和工作上 是会叫做 真是想长远一点 其实私人物业的持份者 如何参与一些本地的保育工作 令到旧区 重新 我们经常说的 可以增添活力 其实旧区来说 就是建筑物 旧了的建筑物 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平核 看看它究竟 有没有一些历史的价值 要保育 所以 其实 发展不外乎三个方向 第一 就是它是有历史价值的 我们应该要把它保留 那 就将它活化了 另外第二 就是 它可能 未必有很大的特色 在平衡的土地资源上高的时候 就将它翻身 或者是活化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将它拆了来重建 无论是重建 甲级的洗字楼 又或者好像一些 一些新式的工厦 去满足当代 现在社会上高的需要 其实 每一个建筑物 本身它自己有一个特色 那 我们最重要是找到它的特色 然后 就善用一些资源 给到一个社区 就多元化一些 即是 你在一个旧区 好像荃湾这里 你有新的写字楼 配合到 大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有新式的工厦 现在我们的新工厦的需要 也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历史保育项目 给大家有新的公共空间 给大家有一些新的商业活动 其实全部都可以令到整个旧区 由一个我们以前的旧工厂区 现在可能可以叫做一个文化艺术区 旧的工厂区都可以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商业区 听着说 其实保育固化项目 参与的方向 参与机构 包括政府 私人机构 和市民都可以一起参与 那 香港的保育发展的未来 你有什么展望和看法呢 未来 其实历史建筑 我作为一个历史文物的保护师 再加上也是一个发展商来说 其实我会觉得 现在历史建筑保育的方向是很好的 因为它渗透了一些商业活动进去 亦都是给了 我们现在在历史建筑物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当中 将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又成为了现在一个新的潮流 大家都觉得很有型去打卡 所以是给了一些历史建筑保育的项目 一个重生 这些商业活动 亦都可以给它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我会觉得对社会来说 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 即是又可以同时有发展的机会 又可以有历史的保育 多谢Angela过去的六集 带我们去参观不同的一些旧区 这些历史文化的保育 让我们了解到 如何保育活化建筑物 同时可以令到旧区增加活力和发展 多谢你 多谢你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住like这条片 然后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之后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住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page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